作曲 李宗盛 我不怕坠落星亚中 远方闪耀最初的光 照亮星逃离的方向 再不会被世界遗忘 给我力量 微笑地迎接那一丝希望 有梦想你就寻入你最深爱的光 有幻想你就会拥有世界的方向 不忘最初的太阳 就是最坚定的信仰 遮住双眼眼浪 看到那高光 唯有翅膀张开 想演到飞 也许会飞得很 永远拥有不复述的力量 拥有不复述的力量 你爸爸电话 不接了 你帮我干了 他肯定知道了我 他会理解的 我决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 怎么样啊 叔 不接电话呀 叔啊 您可一定要好好劝劝他 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 笑语的事我是管不了了 您不能不管哪 新生哥 我跟你说啊 叔很喜欢你也欣赏你 但是这婚姻大事啊 他还得笑语自己做决定 是 我说 但是笑语这个决定太草率了 这 这事总得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吧 是啊 你说这孩子他 他他他他他太匠了你说呀 这什么 说明咱没缘分呢 叔啊 就这么一个女儿 但凡还有一个女儿 我肯定让那个女儿嫁给你 叔叔 这样 您跟我一块去找笑语 您再好好劝劝他 我爸现在来不及了 来得及 叔 那行 那你拉我去当村部 去 去村路干吗 我 我 我 先跟郑书记汇报一下 不 你跟他汇报什么 你 你不知道我现在 不管是做大事做小事 都得跟郑书记亲自汇报去 必须跟他汇报 必须呢 我也没办法 这孩子 你是 真不省心 您是让您听 听一听 怎么了 我 我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们是去民政局登记 对吗 当然了 多新鲜啊 户口你带了呢 我太着急了 那 那 那先回我家 你等等我 不是 那倒是可以 我的户口你也没在啊 在北京呢 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北京 然后明天一早 就在北京登记好不好 你怎么觉得你 是不是 冲动啊 你 你 你是不是应该冷静冷静 冷静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想跟我结婚啊 想啊 我比你都想啊 那还等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 考虑清楚了呀 你说考虑清楚了 我爱你 你是值得我 托付终生的男人 我也爱你 你是我唯一想娶的女人 但是 我不想 你因为同情我 而做的这个决定 你说什么呢 我没有 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最美好的时候结婚 而不是现在这样 现在不美好吗 你是特别美好啊 我呢 一无所有 民宿也没了 说不好听的 我们就算要办婚礼的话 我可能得借钱 我让你觉得没面子了 不是 跟面子没关系 我是想风风光光地娶你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狼狈 我不在乎 两个人在一起相爱就行了 为什么要在乎那些 与爱情无关的事情呢 是相爱是够了 可婚姻是需要成本的呀 这些我们可以在结婚了之后 一起去创造 我们一起努力不行吗 成功是有概率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我要婚个三五年 婚得不济 一无是处的 那接下来我就要吃你的 用你的穿你的 那我跟小白脸有什么区别 说来说去你就是自尊心太强 你就是觉得没面子嘛 跟面子没关系 以后如果有了儿子 有了女儿了 他们怎么看我 我也想在他们面前 活得硬气一些 我总不能一辈子 活得第三下四个 行了 你也不要找借口了 你不就是不想结婚吗 那就不结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想结 我这不是跟你掰着道理 下车 下车 结不行吗 不用了 不用勉强 以后下车 我不想跟你吵 快点 你这脾气怎么说来的 行了 那回北京好吧 好 回 快快快 你慢点儿 这脾气 一言不合 开车就走 但我还没吃上软发去 真吃上你们家饭 我得起飞啊 好 昨夜又梦到最熟悉的剧情 一双朦胧的眼睛 以为清晨醒来看到的面容 就是爱情 小时候不懂把爱当作游戏 心总是不负重印 没想到那时听到发威的歌曲 现在却那么动听 走过一段段平淡无情 才发现最美的是曾经 我想你的心情 像风筝像星星 触不到又那么清晰 那一刻的背影 那一天的谦虚 是脑海里的自己 我想你的风景 是大海 是天空 辽阔地包围着我 烂得那么寂寞 红的像烈火 每一幕都是我 对你的执着 말을 很炫鸣 作曲 男嘉宾 恨求自己停止去想你 无能为力 糟糕着等不及相爱的年纪 搞不定忽然情绪 随手向你无交出的心 想想有了 为什么要跟我这样对我 走过一段段平淡无期 才发现最美的是曾经 我想你的心情 是狂风 是暴雨 钟离又那么无情 那些不能自已 爱的我热心 每一屋都是我 想你的风景 地宫油 没错 而且整个后厨 所有食用油都是地宫油 只是你要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害你了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这次一走 可能要很久才能活 我想比你好 我想把我所有都给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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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ä 我 你怎么来了 啊我正好路过 看到你摸摸车了 你哭啦 没有 那刚才风大 然后有东西记眼睛里 行了 你就别憋着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给憋坏的 憋坏有什么用啊 估计这会许晗和笑语 都已经认证了吧 你是个男子汉 大度一点 而且许晗杜笑语都是你的好朋友 你应该祝福他们 我也想祝福 但是我真的做不懂 那你还是哭吧 本姑娘肩膀可以借你靠一下子 你就别害羞了 很哭就哭吧 好 谢谢你 好 今天 就有结婚证了 就怎么看着还不放心了 是不是不知道跟爸爸怎么说呀 开始的时候啊 爸爸也不喜欢许晗这个孩子 但是爸爸看你那么坚定地爱着他 爸爸也就同意了 今天呢 刚才跟你妈妈 你奶奶 我们都商量了 我们全家人呢 都接受他了 你呢 就告诉许晗 让他上家里来 爸爸承认他临女婿了 快 我那个结婚证 给爸拿了 爸看看 我没跟许晗领证 没领 就别问许晗 就当 闹着你开笑话 我来 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啊 你这是要出远门啊 我这不是行找份工作吗 在市里 这就去现在准备过去 那得恭喜你啊 走之前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没 没有啊 那好 我说 集体中毒事件 已经有了结果了 是地狗油的问题 我 我听说了 那也就是说 是我后厨出了问题 不是我看的呀 徐老板 你看 你别慌啊 警察同志 已经接受调查这件事情了 相信你也知道了吧 据我所知 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和线索 相信很快就能破案了 我过来呢 就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想在警察抓人之前 把这人给查出来 毕竟都是自己人嘛 我不想看见 谁有牢狱之灾 还有 很好像已经查到了 你前任的老板 赵卡拉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 也挺可惜的啊 不是 他怎么来了 多了警察不让我说 说是得保密 不是 徐老板 我真不知道地狗油的事啊 你得相信我 你得相信我 行 想不起来是吧 等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了 你得告诉我 你不着急 估计这会儿 正在审讯你的前任老板照看呢 叔 不是 我真的没卖地狗油啊 胡叔 我们家民宿一直是在你这儿买油的 不 地狗油真的不管我的事 我这店开了几十年了 这点幸运还是有保证的 不老实是吧 那 咱不给你点颜色看看呢 是真不适 是真不适 快说 老实就是 大大 不是 不是 你们是不是有个采购叫廖春的 对呀 这就对了 上次他到我们这儿根本没进油 我这儿都有记录 我可以拿给你们看看呢 我才不相信你 不信 你们把廖春找来 我跟他当面对峙 我上次他还带了一个朋友 在我取检验食用油呢 那结果呢 他带的可都是好油啊 我信 你们把廖春找来 我跟他当面对峙 我这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了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 你说的我全记住了 但凡敢骗我 这些光面我全给你做 你信不信 你干吗 走 找廖春去 不可能是廖春姐姐的 你没发现吗 自从许晗出了事以后 廖春就一直没出现过 那是因为他妈 不让他出门 他可关心许晗哥哥了 好不好 那也得问问 躺哪儿 我说呀 你儿子要犯重婚罪的了 我儿子已经跟郑菲离婚了 离婚证都拿了 你还嘴硬是吧 你脑子有问题啊 我儿子要是不离婚 我干吗呀这么着急 把活得给他找对象 我跟你讲啊 我女儿是民政局的 他就没有看见他俩 去办离婚 宽哥 怎么样了 凉油店的老板说 廖春之前不是在他那儿 进的户 说廖春还带了一个朋友 我知道了 我和小时啊 现在就去找廖春问问啊 不是 别去了 我相信廖春 但现在线索 全部都指向廖春 那也行 注意说法方式啊 别让人家误会了 毕竟咱们还是朋友 你放心吧 不是 我不放心的就是你 你让小时问 你就别说话了 行吗 我知道的 那行 我现在去找赵看 有人这儿在随时联系 我看你这几个瓶子 吹得不错啊 好看吧 你喜欢我送你 手把手教你做银 有真大方 我什么都送了 孙悲啊 聊什么呢 秦总 孙悲 先聊呢 看看他转到我的这个展示 你找我有事吗 没什么事 过来看看 这儿现在越来越像样了啊 都有点七九八的感子了 来 来 来 喂 是吗 行 我马上回去 怎么了 我得走了 从不来电话 说我婆会来找我了 我回去看看啊 你快去 行 好嘞 好嘞 拜拜 别太着急上火了 好好 我带你转转 不转 小雨啊 我 我有些话呢 想跟你说 咱们换个地儿聊聊呗 好 转转转 转转 江江 你在哪儿呢 有什么事吗 转转 我想见见你 现在啊 我这两天吧 我失眠了 我天天睡不好 我特难受 你怎么了 生病了吗 我去送你呗 可是我现在 你在哪儿呢 你几点飞机告诉我 晚上 那来得急呀 来得急 你这样 你把位置发给我呗 要不算了吧 淳淳 你是不想见我 不是啊 你什么意思 还想见家 你口口声声 你喜欢我 你跟我闹着玩呢 淳淳 我给你发一位置 你过来找我 好吗 拜拜 小红 快快快 那你这车钥匙给我 那我跟廖老师 怎么说呀 你爱这么说 怎么说呗 你管 你去哪儿啊 你管我 那我干大事去 不是 你 你 你注意安全啊 慢点 知道了 你看他好几圈了 一个人都没有 就我了 不是 手机个男家了 你说连人生意都没有 不是 找谁呀 找你 找我 没请你 出去啊 赵叔叔 事可大了 你手真够黑的呀 什么事啊 他陷害我 谁害你了 还不承认呢 找打架是吧 打什么呀 这 赵叔叔 阿姨可在这儿呢 别伤了面子 伤 走走走 你又打 不是 这什么呀 激动什么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阿姨啊 我是看出来了 这事呢 您是真不知道 跟您没关系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什么玩偶一手策划 徐大厨 都告诉我了 现在他正在拍手 他做自首呢 我给他做担保 保证他不会有麻烦 他可说了 就是你指使他用的 地沟油 不是 你这这胡说八道 行 我不跟您争辩啊 阿姨 我来呢 就是给你们提个行动 要么等警察来招务 要么你去自首 你要是去自首 我还能跟你说两句好话 好好想想 我走了阿姨 你别吓唬我 别慌 我走了 他 他 他不信好人 不行 你你你你站着背 我打他了 你还打他了 那人家也没跑啊 你赶紧打去啊 那你你 你给我回来 行了 你又打不过人家 你说什么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 您怎么突然来了 郑飞 你大小也是个国家干的 你干吗怂恿王烈 做这种事情 王烈干什么事了 别装了 都是你的主意是不是 妈 我真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你让王烈 弄个假离婚证来糊弄我 假离婚证 你这招可真够狠的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 王烈真没跟我说过这事 那你的意思是 王烈骗我 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我儿子从来不会撒谎的 郑飞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他了 你要耽误他到什么时候啊 反正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跟他离婚 我去找他 我真没骗你 王烈前几天确实来找过我 但是他没有提离婚证这件事 你要是不相信 咱们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打什么电话呀 王烈已经同意跟你离婚了 是你不想离婚说是王烈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好不好 快点 王烈上班呢 我在门口等你 这纯烈啊 这纯烈啊 着急出去了 这纯烈啊 她没说什么事吗 杨涛没说 那 那要不我打个电话 给纯烈点问一下吧 对 她走之前打了个电话 给谁打的你知道吗 那我不知道 是不是难跑还晚了 我看她心情不太好 小石儿 怎么了 小石儿 怎么了 我就有点事想问你 小石儿 我这会儿在外边有点忙 我真的挺着急的 这样 我晚上回去三两再聊 行吗 不 不 姐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想问你一下 这个 小石儿 行了 行了 我这会儿真有事 我挂了 拜拜 拜拜 怎么说呢 小石儿 姐姐有点事 不敢回来再说 我想明白了 走 走 走 你别乱猜了行吗 我没乱猜啊 刚刚小何都说了 来 来 人家去找男朋友吧 男朋友 我 我就瞎猜了 也不准 不是 这个事啊 我们想的都不对 我去找一下许晗啊 慢点走啊 笑语啊 其实 我知道你跟许晗没有登记 虽然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 我还是挺开心的 那么我可能还有一个 争取的机会 秦晨哥 你先别说 听我说完 我怕 我现在不说 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 笑语啊 有些话呢 我一直藏在心里没说 是因为 我怕说出来以后 我们可能连朋友 都没有机会做了 但是 但是 现在我更怕的是 我在失去你之前 都没有表达过我的心意 我们不怕的是 我算是 不要 在这儿 还我还不是 我们不怕的 不怕的 我们就要自己过一遍 잠 completes 哈哈 你可行啊 你干什么呢 这事到底跟你 有没有关系 地河流真不是我干的 你还不说实话是不是 我就让那许大厨 把那好的食用油 倒地沟里 我也没让他 从地沟里再捞水用呢 你说这 你不还是参与了吗 但我不是主谋啊 那主谋是谁啊 你是不是想进去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进去了 我立刻跟你离婚 我不过了 老婆 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好吗 那我跟你过日子 你 你一句实话 都不跟我说 我怎么跟你过 我说了 那你说 主谋是谁 秦胜 秦胜 秦胜是谁啊 我也不认识 他让我这么干的 他说这样没事 走吧 干啥 我跟许老板说清楚啊 我要承认 他肯定给我送进去 你别嚷嚷 人家许老板都答应我们了 只要你肯说实话 他不会为难我们的 不是 肯定进去啊 男子汉要敢做敢当 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 你想什么呀 毕竟无疑 菲菲她一点都不知道 真的 你为什么要骗妈妈 我 你说 你到底离不离婚 妈 这 这在学校里边 咱别说这个 你等咱回家说行吧 不行 你今天必须亲口告诉我 你在家不是答应我 好好的吗 你不是说都是因为他赖着 不跟你离 你不是说你很烦他吗 你别说了 你说啥呢 我告诉你 别人可以言而无信 可你是我儿子 郑菲 你到底要耽误他多长时间啊 他都老大不小的了 我告诉你了 只要我活着一天 你们就不可能在一起 赶快离婚 别彼此耽误 王烈 说话 你说 你到底离不离 妈 咱回家再说这事 行不行 不行不行 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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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晕了晕了 怎么又头晕了 妈 我同意离婚 你同意离婚 王烈 走吧 干吗去啊 离婚啊 儿子 去 妈支持你 跟她离婚去 跟她离婚呢 快快快 加油 妈支持你啊 不用再合着 也不用再打电话了 我告诉你 这个事 一定是廖春告诉我 不可能是廖春姐姐好吗 你懂个屁呀 你想啊 许晗问过厨师 厨师没有动过这批油 并且这批油 全都是廖春 从别的地方接连的 还有 你看看这儿 一遍一遍也来打电话了 自从你给她打完电话以后 她就没接过 这说明什么 心里有鬼呀 行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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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来啊 廖春啊 别说了 你怎么才来啊 廖春啊 我们走吧 你哪儿都不许去 我改时间 我有事跟你说 你本来不就是来送我们吗 我们路上说呗 就在这儿说 媳妇你别生气 我说那些话我都是 你就骗我妈玩的 你不是烦我吗 不是我死皮疙瘾了 缠着你吗 我哪敢烦你啊 我缠着你听说 王立不是我说你 你都多大的人了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你就以为办一个那个奖励困证 就能骗得了你妈 就能解决我跟你妈之间的问题吗 又是 行了行了 我 我妈的事你交给我 我来搞定她行不行啊 行行行行行 这话已经说了一万遍了 我不再相信你的了 从我来到这儿 你们来找我多少回 你妈来找我多少回 你们还让不让我工作了 行行行 我妈的事你交给我 我肯定能搞定我妈行不行 你听到了 我可不信 你搞定不了 你怎么搞定 你说说 说说你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 赶紧明正局离婚去 神经病啊 我妈发神经你也发神经啊 离什么婚啊 发什么神经啊 不是你妈让咱俩离婚的吗 离婚你 离婚你不得有 你不得带结婚证啊 咱俩啥都没有 走啊 回家走啊 我不去 我都忘了 你忘了我那结婚证放哪儿 我告诉你啊 你别给我耍赖 没中 谁耍赖 反正我不能 我不厉害 我不厉害 不厉害 那你抓我 你要能追上我 我就给你了 好不好 我走了 拜拜 你有病吗 王烈 不厉害 到底什么事啊淳淳 这是干什么呀 您那封口费我要不起 这不是封口费这是我一点心意啊 你怎么会这么对我呢 我怎么了淳淳 还跟我装是不是 我装什么呀我 我干时间啊 我坐下 坐下 你到底想说什么 江江 你怎么会害我呢 你要相信我 淳淳 我是绝对不会害你的 是 我是对不起你 我不该骗你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是为了报复许晗啊 你现在 马上跟我回博山 把事都跟大家说清楚 你不能让许晗被大家误会 合着你今天 假装过来送我 就是为了这件事 淳淳 是 许晗她到底哪儿好呗 你这么喜欢她呀 你管不着 是 你说得对 你喜欢她我是管不着 可是许晗呢 我那么帮她她抢我女人 你说我该不该整她 你帮她 我实话跟你说吧 是 装鬼吓唬杜生龙 用弹弓打的 全是我做的 我就是为了帮许晗出这口气 这事都是你干的 是 我当时就是太傻 我还以为自己匡扶正义 许晗她就是个白眼狼 你知不知道你干这事 你把许晗害死了 她活该 她抢我女人她活该 春春 我对你不好吗 我给你买了那么多礼物 许晗给你什么了呀 不就是个包儿表儿的吗 还给你不行吗 蒋江江 我不稀罕 手镯是我送的吗 你神经病吧 这别人给我的 这是我亲自去百货商场挑的 我让我哥转送给你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承认呢 你哥哥 对 我哥都跟我说了 你当时答应得好好的 你说你要让我先忙事业 你要在背后默默支持我 默默为我付出 等我事业有成的时候 我们再在一起 春春 你知道我当时多感动吗 我给你买包 买衣服 买首饰 我让我哥哥替我送给你 可你呢 你居然背着我跟许晗在一起 你对得起我吗 等等等等 你哥哥是秦升 是 蒋江江你就是个傻子 你 你蠢透了你 他在耍你呢 你跳舞里这有意思吗 就这镯子 包 表 他都是以他个人的名义 送给我的 他求我帮他拆散许晗跟杜笑语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别 你接着编 我编个什么呀我编 我犯得着跟你编吗 什么等你支持你这呐喊 这都是他编出来的 江江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我跟你有犯得着吗 又是这四个字 行 这位普通朋友 请跟你说完了吗 我可以走了 你不许走 你给我有了事 是不是秦升只是你干的 我口风高 秦升是个王八蛋 你说什么 我说秦升是个王八蛋 你骂我可以 你别骂我哥 我说 说你傻子你真是傻子 我又让你知道你那好哥 你干了什么事 老公啊 我跟你说实话 如果 许晗把你送进去了 那我就等你回来 我等你出来 还陪你好好过日子 行吗 真的 老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不是为了 廖锦西吗 你是不是想等警察来 你才说实话呀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你就晚了 申政不怕影子鞋 你不是说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秦升的 主使你的吗 那他才是主谋啊 咱没必要背这个黑锅呀 对呀 我就是浪费他的食材 不至于进去呀 那对呀 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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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同样的机会换给我 我一定不会像许晗那样 面子值几个钱呀 我现在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你还是故意跟我较劲 别说了 笑语啊 其实 我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 我从来都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是我不得不说 我对你真的是一见钟情 我以为 我们可以先做朋友 然后慢慢发展成情侣 这样 对你这种对感情谨笑甚微的人来说 也许会奏效 但是可能 我确实有点想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的 帮我那么多忙 对我的家人那么伤心 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 但是感情方面 我没有办法回应你 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可是 我也会有压力 对不起 小圆我 我不觉得我哪一点必须寒差 我只是缺少一个跟他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 我一直都把你当哥哥 我也不想破坏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感情的事情 没有办法勉强 你真的从头到尾 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马医生 走 小语 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能等我 对不起啊 走 走 我们喝茶不说这些事了 好吧 我求你个事吧 你说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帮你 你放过许晗呗 我也没过他怎么着嘛 你何谈放过呢 我演戏呢 你要再为难他 我就把你让我干的事都说出去 我们是一套船上的朋友 要互相帮忙 我已经跟杜笑语说了 我跟许晗在一起了 但凡他不是个傻子 他都明白我什么意思 还是你厉害 那到这一刻没知 咱俩的关系就结束了 那怎么能行呢 怎么 我对你还有什么令人价值 你看 我这个人呀 是很讲感情的 将来 我会不定时地 送廖小姐礼物 你表达我 对你的感恩之情 是明白了吗 真的够不够清楚 哥对我那么好 他不可能怎么对我 江江 我是不是今天跟你说过明白了 他在利用你 哥怎么会利用他 他把我当成他的左膀右臂 他支持我 他让我跟他一起做事业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 其实 我没有跟许晗在一起 许晗 从来就不喜欢我了 这你让我还会儿行吗 我知道我今天 突然跑到这儿 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一下子很难接受 但是讲讲我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 你让我怎么相信这是真的 我哥对我那么好 我帮他办了那么多事 因为我跟秦升是一样的人 我 廖春 跟秦升是一样的人 我从来 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我一直在利用你 对 我该跟你道歉啊那江家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我 我做错什么了吗 江家对不起 江家 为什么要利用我 对不起 江家 对不起 从头到尾 只有我一个人是傻子 是不是 对不起 你们都耍我 玩我 对吗 对不起 我现在就回 你走了 许晗怎么办 你走了 许晗怎么办 我想说 何云 何云